就像我創意釋放一樣 我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所以我道歉 那我今天吳蓁你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我也是拜託你個人跟我道歉一下 我以前的評論都被剪出來很多次 很多媒體都有登 沒有一次燒成這個樣子 這一次燒成這個樣子就是因為你 這是因為這次是黃紫礁事件 或許有人因為我評論這個事情 關注到了這起事件 但大家也會看啊 重點是沒有人 真的是白癡啊 啊這只有八點 這真的只有八點二萬人看 真的只有八點二萬人看我的神經影片啊 同聲不慢被洗臉同屁 吳蓁拜託你跟我道歉 周玉寇傻眼了 我很無辜 你有說他是戀人嗎 沒有他沒有 可是很多人這樣說 可是我真的很無辜 因為我完整影片是五分鐘 然後媒體可能剪五秒或十秒 然後我就 同聲仗在航日前 因評論黃紫礁性醜聞 失言遭廠商接連切割損失三百萬 實際要跟傳出連頻道也遭YouTube官方移除 我今天跟你還原的事情就是說 是這兩個元素 而且特別又是整個社會在關注 引起討論 黃紫礁大家群情激憤的時候 然後你的發言片段裡面有了這兩個元素 那所以大家對你 因為這件事情產生不好的觀感 或者是大家會有質疑 會有擔憂 是因為這兩個元素 那並不是我在這中間去說 你是戀童屁 你是怎麼樣 或許有人因為我評論這件事情 關注到了這起事件 但大家也會看 重點是沒有人 真的是白癡啊 這只有8.2萬人看 真的只有8.2萬人看我的成績影片啊 那今天社會上 至少有幾百萬個人看過那新聞 我 寇姐妳知道嗎 那個新聞媒體幾百篇這樣洗下去 至少也有三四百萬人 看到新聞媒體這樣洗嘛 那我只有8.2萬人看完我的成績影片 那這個高碧 所以我們需要去告他嗎 告不贏啦 他就也告不贏 也告不贏 你怎麼知道告不贏 因為他就沒有講啊 他沒講嗎 那他沒講 那你為什麼要說是他害你沒有代言啊 不是他那個貼文就是 他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就像我創意釋放一樣 我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所以我道歉 對不起 那我今天無真 你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我也是拜託你個人 跟我道歉一下 重點是 你今天影響到我的 然後我今天跟你call in 我說總共是五分鐘 拜託你去看一下 幫我澄清一下 結果到今天為止你也沒看啊 我也跟你解釋了 我是針對K小姐 我不是 噢 不是飯了 你 你要跟我討論前 先去把完整的影片看一下 不是 真的 我真的有看 我並沒有指控你是戀童P 包含我的原文沒有講這個部分 包含你打進來的時候是說你對 這個三歲五歲八歲都沒有興趣 那我也直接在我們通話中說 可以喔 我現在很多人在看我們台 我也幫你講 我相信張家航他不是一個戀童P 我們有這段對話嗎 有 對 可是你下面真的很多人在洗我是戀童P 17歲 我那時候是17歲 我很明白就講 這也有所謂的良心 因為我那時候想跟發言人說 如果你願意跟我道歉一下 那我也願意跟你道歉一下 那後來沒有道歉 我知道發言人背後可能有些 今天還要讓他跟你道歉 沒有我今天想要叫他個人 因為真的那件事情 導致說很多人在洗我 練童P 這個東西 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我們只剩一分鐘了 你不快點掌握時機 所以很多人會關注這事情 擔心你發揮不好的影響 不是發言人 我以前的評論都被剪出來很多次 很多媒體都有燈 沒有一次燒成這個樣子 這一次燒成這個樣子就是因為你 這是因為這次是黃紫礁事件 這是風口浪尖然後群情積分 好啦你們最後要怎樣嘛 你們兩個人到底要不要握手言和嘛 好啦我就說最後啦 好你接受他的那個嘛 他也不是樂意要讓你啊 那廠商如果有意見的話 沒有廠商有意見 我沒有意見 可是我沒有潔癖 你還好啦你有洗澡